切掉一部分 下耳骨的移位 則跟往外拉 那這樣就有效的增加 我們這個呼吸道的通暢度 那這樣就可以改善 這個呼吸中心症的問題 OK 在上一集 醫師幫我們說明了 打呼的原理 以及打呼有可能會產生的併發症 那這一集 我們就來請許漢中醫師 繼續幫我們聊聊 打呼這個東西 可以怎麼樣去治療和解決呢 那首先想要先問一下醫師 就是打呼到底要看哪一科 因為大家對於打呼 應該要去哪一個科別救折 這件事就是充滿疑問 我們在Google搜尋的時候 也會發現說 大家對於打呼要看哪一科 這件事是最有疑問的 大家的搜尋量是最高的 那這請醫師幫我們說明一下 好 鑑魚型的治療 有三個方法 它各有優先 其中一個就是手指呼吸道輔助 就可以把它切掉一部分 讓這個呼吸道更通常 那通常這個就是 流科做的事情 那還有就是 身形外科或是口腔外科 它可以做一些蝦耳骨的移位 把它往外移 或者是舌骨的手術 可以讓我們的舌根往外拉 那這樣就有效的增加 我們這個呼吸道的通常度 那這樣就可以改善這個 呼吸風刺水的位置 它好處是說 好像可以一勞遠慾 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還是有復發的可能 那第二個就是 帶呼吸器 那帶呼吸器 只要你去睡眠中心 或者是看一些內科 或者是胸腔科 其實他們都會建議你帶呼吸器 那目前在學識上來講 這個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那這個東西 你帶上呼吸器之後 它不斷地打氣 然後它可以把這個呼吸道撐開 你撐開之後你就不會堵住 那缺點就是說 其實你要去適應這個機器 蠻不容易適應 你要適應很久 第三個就是戴牙套 主要就是讓我們的下巴往外移 讓這個呼吸道舌根往外拉一點 然後讓我們的呼吸道通常 晚上睡覺的時候 不會掉下去堵住這個呼吸道 那當然它比較輕巧 戴起來效果也不錯 好 那我們在網路上常常會看到一些止憨神器 這些東西它到底是有沒有用的呢 那我就要一個一個來問醫師 請醫師來幫我們破解迷思 那第一個就是鼻塞呼吸器 很多人說戴的那個東西 就是可以改善打呼的狀況 這是有效的嗎 我們從這個圖來看 呼吸道要過三關 鼻子軟了舌根 重點是在後面 真正會堵住的就是在舌根 所以說你鼻子夾一個東西 對它們並沒有幫助 效果一定是很有限 或者根本就無效 那網路上有一種是 很像是整形之後會包在這側邊的 把你頭著包起來 叫做閉嘴神器 它就是讓你的嘴巴可以閉起來 睡覺的時候 那這是有效的嗎 那它對於這個口呼吸 是有改善的 沒錯 可是口呼吸這個問題 跟那個呼吸中央症 有直接相關嗎 有 但是假如說你這個呼吸道本身啊 它就已經是狹窄了 就算你沒有口呼吸 它還是會呼吸造成症 而且大部分都無效 因為你本人就是狹窄 那還是狹窄啊 它並沒有打開 下一個牙套式的止汗器 在網路上就可以買到的東西 它是真的有用嗎 它到底戴得進去嗎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牙齒形狀 可能不一樣 它有辦法這樣戴著嗎 這邊上有些好像矽膠做的那種現成的牙套 重點在於說 你戴這個牙套 第一個合不合 那為什麼合不合很重要 下餓嘛 要給它定位 不要讓它堵住這個呼吸道 所以說你戴一個這種 不是量身定做的牙套 萬一不合的話 其實你有帶等於沒帶 因為它根本抓不住你的下巴 它還是掉下來 掉下來還是堵住 好 下一個就是醫師有提到的 鎮壓呼吸器 就是自己可以在網路上購買 然後買回家用 就真的會改善這個狀況嗎 好的 的確這個鎮壓呼吸器其實蠻有效 因為它持續打氣 讓你可以吸得到空氣 然後也可以把你躲在的地方打開 那當然它這樣子很有效 可是相對的你想想看 你戴一個呼吸器造的 比較會干擾這個睡眠 所以不是每一個人都能使用 那除了剛剛有提到的這些紫焊神器以外 紫焊枕也是網友就是有熱烈在討回你的商品 那它主要的原因就是這樣 可以側睡 這個東西到底是不是能夠製本 還是說它只是短期改善你的打呼狀況而已 呼吸狀聲這個問題就是吸道水 那很多人發現說它側睡的時候睡還是什麼 這的確 側睡的時候 因為地心引力你看 這是正睡 那你側睡的話 其實蛇根 這個蛇根這個地方 就不會掉下來 因為你是側的 我們在臨床上做檢測的時候 這個睡覺的姿勢 大概在30分鐘後 你掉了什麼 什麼姿勢都有 但是你通通不知道 因為你睡著 其實效果真的有限 那如果是就是有患者去找醫師 就是看亞科的話呢 醫師會怎麼樣去幫他檢測說 他是不是的確有睡眠呼吸中止症這個症狀 其實最主要還是要通過這個儀器的檢查 儀器的檢查傳統就是在這個睡眠中心做檢查 這個睡眠檢查 他們叫做多少檢驗 他可以檢查很多項目 看看各個睡眠時期產生的一些問題 來確定有沒有呼吸中止症 現在有一種居家型的 它就這麼小 當然是貼在皮膚上 還會加一個這個 血氧基 這樣子 combine 起來 會更準 因為睡在自己的床上比較好睡 不會說因為睡不著 然後好像說檢測出來也不精確 對啊 因為之前我老公就是一直打呼 然後我就請他去檢查 然後他在醫院檢查的時候 醫生說沒問題 他完全沒打呼 整個晚上 這怎麼可能 我皮膚被他塗毒那麼久 所以說通常我們的病人來看的話 我們會先檢測 看你治療前你的數據是怎麼樣 到底有沒有需要治療 你的AHI指數到底是多少 需要挺多治療 因為越嚴重 我們的治療方式會不一樣 因為越嚴重 我們的治療方式會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牙套治療它的原理 怎麼樣 這個就是呼吸道 那這個就是 軟二的地方 那這個還沒有戴之前 它是5.56 那這個戴了之後 它明顯的變大 這個空間通道就變大 變成8.09 那這樣子就有效把它打開 那甚至可以開得更多 這個已經到了10.60 也就是說 我們牙套可以 自由的去調它的位置 來改善這個打呼啊 或者是呼吸中心的症狀 那經由這個下顎的移動 移動到一個適當的位置 呼吸道的通常度 可以得到很大的改善 那至於說 你要打開到什麼程度 我就看你的症狀 嚴重到什麼程度 其實這個東西 只要一戴上去 它就馬上減小 只要說這個戴上去的舒適度 讓它覺得 可以接受它 可以好睡 其實它就是 馬上就有效果 那也想請問一下 醫師在診斷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過一些比較特別的案例 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們在治療當中 其實絕大部分都是 一些所謂的四歲型 那偶爾也會遇到一些失眠型 遇到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 它竟然已經嚴重到有恐慌症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它說當它醒過來的時候 通常就處在一種心跳加速 然後全身緊張的狀況下 它就是因為呼吸堵住了 可是堵住的時候 人體進入一個緊急狀況 心跳加速 血壓升高 血糖升高 所以他來找我的時候 其實狀況很糟糕 當然醫生有叫他戴這個呼吸器 偏偏用它也沒辦法 他不適應那個機器 他戴了睡不著 那就只要做牙套 不錯啊 就是我跟他做牙套之後 這個症狀就消失了 就睡得很好 那其中是以失眠型的患者 他承受的痛苦會比較明顯 因為失睡就是一直在睡 但是失眠就是影響到他整個白天的精神狀況 對啊 那在這一集的最後 我們就是請醫師幫我們跟這些病房 鏡頭前的觀眾 有這些困擾的人 來給一些建議說 他到底可以有什麼具體的改善方式 打呼其實就是睡眠呼吸中症的前兆 所以說你的打呼狀況越來越嚴重 比如說試睡啊 然後覺得老師沒有睡飽啊 精神不治啊 那這些問題才產生的時候 其實應該趕快就醫 所以如果你有打呼症狀 不要太恐慌 可是也不要小看打呼這件事情 因為他就是呼吸中症的前兆 那今天非常感謝許譚和總醫師 來為我們講解打呼這個議題 那相信大家對於打呼 以及睡眠呼吸中症症 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也都歡迎留言在下方 我們也會找時間再回答各位觀眾囉 那謝謝許譚安總醫師 謝謝 掰掰 謝謝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嗎 請按喜歡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